Hello 大家好 昨天晚上家里面又跑进来一条蜈蚣啊 现在已经把这条蜈蚣抓到在这个瓶子里面 听说这种蜈蚣非常的怕攻击啊 到我身后这里有一群这种鸡啊 等一下把这种蜈蚣放到这里面 看一下这种鸡会不会啄这只蜈蚣呢 我把盖子一打开了啊 这鸡还是被吓了一跳啊 看一下 到处了 看一下 到处来了啊 走开来 看一下会不会吃这只蜈蚣 哦 哇塞 太快了啊 刚刚那只公鸡一下子把那只蜈蚣抓走了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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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把那只蜈蚣叼走了啊 可能这只鸡都还没看到啊 已经被它抢走了 你看你看看 叼走了 哇塞 看来这个公鸡啊 确实是很厉害啊 听说公鸡就是这种蜈蚣的天敌啊 说的非常的没错啊 他一眼就看中了这只蜈蚣 然后把他叼走了 跑掉了 跑掉了 还在他嘴巴里叼着 享受毒食啊 享受毒食啊 他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吃 像这种蜈蚣啊 非常的毒啊 我们农村现在那种天气 如果潮湿一点的话 就会有很多蜈蚣 爬出来 然后跑到我们家里面去 我们看到蜈蚣一定要把他打掉 我家的小孩子也是比较多 被他咬一下 非常危险 现在这只公鸡已经把那条蜈蚣 整个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他还在磨了一下他的嘴巴 什么情况 已经吃掉了啊 看起来这公鸡啊 非常的凶猛啊 这两只公鸡还在打架了 刚刚那只 就是把那只蜈蚣吃掉的那只鸡啊 可能那只鸡看到之后啊 就跟他打架了 你看 好厉害 好厉害 刚才把40条嘴的蜈蚣啊 放到30多只鸡的鸡犬里面啊 三秒钟的时间不到啊 就被一只鸡 呃看到叼走了 然后把它吃掉了 场面非常的震撼啊 看来这个公鸡啊 非常的厉害 像这样的结局 呃 网友们你们有没有猜到呢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我是小鸢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